国人肺炎的死亡率逐年往上攀升 十年来成长了两倍 去年成为十大死因第三位 医师推测除了人口老化 吸烟以及空气污染的问题 都是致命的危险因子 照X光片显示整个肺部都变白 一名50多岁女性平时身体很硬朗 也没有慢性病 日前到医院探望好友 返家后就出现流感症状 而且短短两天内就因呼吸急促被送急诊 确诊为肺炎 紧急插管急救 转送家户病房两个月才脱离险境 我们流感它会先帮肺炎开入 它会感染到我们的呼吸道 造成我们呼吸道的免疫机能瘫痪 我们本来会我们的千锚排弹 或者我们呼吸道上有一些免疫细胞可以攻击 但是它流感之后会让这些免疫功能瘫痪 医师表示台湾肺炎死亡率逐年攀升 去年已经成为国人十大死因第三位 共有十二万两千多人因肺炎而死亡 其中有九成是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进一步分析还发现 近十年来肺炎死亡率成长两倍 不仅高出临近的日本韩国 更是美国的六点四倍 医师推测 除了人口老化 老年人抵抗力差之外 国人吸烟及空气污染都可能是肺炎死亡率 居高不下的致命因子 医师强调预防肺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但是调查却发现我国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肺炎力求菌接种率不到两成 因此呼吁长者及有慢性病的成年人 除了每年接种流感疫苗之外 还可以和医师讨论 再次费施打肺炎力求菌疫苗 加强身体保护力 记者赖水美蒋龙翔台报道